今年七后提早转折 蠢蠢欲动的肠病毒也开始发挥 台中市的急诊就诊前分比 已经超过预警值门槛 而从1月累积至今 也有多达100多班停课 就是比去年同期的还要高 这波的病毒还是一样 肠病毒它主要症状就是 嘴巴会长起白点 长水泡 然后手跟脚的话 也是会有很多的水泡 肠病毒进入高峰期 卫生局不敢轻呼 积极展开校园宣导活动 速食界的大明星麦当劳 属现身校园 小朋友们为之疯狂 而他的另一个身份 是肠病毒防治的宣导大使 一来就给小朋友们出了卫生口题 超高你们洗手五个步骤 是哪五个 观念正确 落实更重要 卫生局长跟教育局长 更是炒装成大手水龙头等角色 跟学童上演洗手剧 那你帮我们黄阿姨按洗手鱼 你的手等一下也可以过来按 好来 一二三 那好多小朋友呢 因为感染的肠病毒 他就没有办法上学了 好可憐 就要在家里对不对 为什么他要留在家里呢 为什么 因为怕感染给其他的小朋友 对不对 对 好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 一定要提醒小朋友们 因为肠病毒的个案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那你知道要怎么样保护自己吗 阿姨说一下 失措冲锋擦 那今天教了你什么 教我们失措冲锋擦 而且还可以怎么预防肠病毒 那你平常有没有在家做 有 这波疫情主要是以克莎起A型病毒为主 以轻症的表现居多 而卫生局也提醒家长对幼童跟家人卫生 一定要落实执行并增长免疫力 做好预防工作就能够远离肠病毒 190电话 台中文藏不到